白的 OK 那我们就开始吧 我们今天讲的话呢 还是分成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个的话呢 是关于市场的一个解析 二一个的话呢 给大家讲一些这个 因为现在目前那个市场的话 虽然在持续上涨 那么大概一个的话呢 是这个舆论呢 对于这个市场可能看空啊 或者见顶的这个几率会比较大一些 所以我们在知识方面的话呢 我们会讲一些这个见顶 看顶的一些技巧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 我们仍然是讲软件的一些功能 那么结合软件的一些实战应用 我们去看 好 那么我们看到今天这个 道允丝指数应该是调了 是吧 在这个位置上 调了一些 那么这个我们上次我们讲来着 就是说当他这个红色 就出现动态筹码出现红色警示 是吧 出现红色警示之后的话呢 那么当他从红色转为黄色的时候呢 他会见到一个这个高点 所以这个点位呢 是你短期减仓的一个点位 那么我们每天的话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在道指上呢 我们都发这个大盘解析 那么这个我们在群里头都有 那么上周三是14号 是吧 14号当时 呃 我们讲的这个市场的情况 那么 最近一直在发的话呢 实际上都是用这个黑箱专家 再去提示 因为每天都发 包括道指啊 包括A股啊 所以说工作量会大一些 所以发的会简单了一些 啊 那么大 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啊 那么这个当时上周三 6月14号讲到的一个 就是说指数创新高 但是资金的并没有创新高 是吧 然后包括呢 成交量缩量 所以当时说到的话呢 那么这个市场的话呢 在后期 4到8周左右的时间 有可能会见到一个高点 会进行一定的调整 那么为什么 因为它前期量价被离了 15号当时讲到呢 这个红利通道上轨运行 所以说上轨运行的话呢 它相对来说还是一个强势 啊 底下是缩链 这个我们看望下 那么这个呢 是黑箱专家 是吧 黑箱专家的话呢 近期提示 其实一直是短期持仓和中期持仓 它的成本区域的话呢 通过东京泰筹码 可以看得出来 那么它的区域 基本上是在这个价格的方位上 那么这是16号 那么当时黑洋专家 短期持仓 中期持仓 也是提示呢 你可以去持股 那么这是道指的周线 那么周线的话呢 我不知道黄金分割上次 我是在公开课讲的 还是在网源课讲的 我上次网源课讲这个了 讲了是吧 当时讲的话呢 网源课应该14号 就16号 那么这个黄金分割拓展 是吧 黄金分割一个拓展 那么实际上从低点到高点的话呢 测算当时道指 正好是到这个809的位置上 那么再往上的话呢 就是到达100%的位置上 就是它正好向上翻了一番 在周线图形上 就在这个位置 这当时6月16号讲到 那么你往下 你看这个图形的话 其实也是这样 我们再放大一些 一个的话呢 我们上次说到 那么黄金分割的一个调整位 这个大家记一下 黄金分割的话 在近期这个市场中 应用会比较多一些 那么一个的话呢 我们看到它从高点 低点到高点 这个我们用 回去用软件都很简单 这个方法都非常简单 低点到高点 你是不是选完之后 它回调的位置上 回调的位置上 那我们看到 这个位置 第一次回调的位置是哪啊 是什么位置 大家看到没有 就回调 就回调获得支撑的位置 它正好对应的 这实际上是它50%的位置 看到没有 就是它第一次高点 回调的位置 那么第二次回调的位置 是它从上到下 0.382的位置上 这个黄金分割显示的是618 是吧 因为我是从低点 往高点去画的 所以它从高点向下的话 其实是什么呀 是不是382的位置上 如果说你从高向低去画 那么这个位置 比如我找到高点 我从高点向低去画 那么这个点位 它正好是382的位置 就是38.2% 所以它调整的不是618 有的时候在用的时候 有一些网员也问 是吧 那么就是说你在画的时候 为什么这显示的是618 那么你说是382呢 它是从高点向下 下来的位置 到达382的位置 它获得支撑 所以这轮行情走到这 实际上这个起点 是正好在这起来的 这一波起来的 那么这个就是 我们在发大盘解析的时候 我们每天我们都会去设计到 那么它突破了 现在的情况是 它是不是突破了前面这个高点了 这个高点它是突破掉了 突破掉之后的话 你再去画黄金分割 从上向下的一个调整 那么实际上你就找不到 因为它已经突破了高点 这时候你应该用什么 用什么 你们不说我上次网元课讲的吗 他突破 第一次听 因为我讲的多我也不记得了 所以我就问你们到底讲没讲 就你比如他突破黄金分割 我们就能理解 从高点到低点回调的位置 所以这个测的比较准的 如果你的个股 你去看 如果他现在调了 你拿这个 是不是 有人说这个技术分析 是比较之后的 实际上我是对这个观点的话 持一个否定的态度 你比如说 我现在这个高点和低点 我是不是都出来了 这两个点 是吧 我是不是有一个低点 是不是高点 他现在回调了 那么好 实际上你说后边的图形 我把它去掉了 是不是就等于他没有走出来 那么他在调的时候 你通过基本分析 你是不知道他调到哪个点 能够获得支撑 这个基本分析上没有 是吧 说这个财务 报表现在他的业绩是一块两毛钱 他告诉你在什么价格 他就停住 他就止跌 这个是不可能的 只有技术分析 他能够告诉你 在哪个位置上 他能见到高点 在哪个位置上 他能见到低点 所以他在调的时候 但是呢 调的过程中 是不是没有 现在是不是还没有调到位啊 是不是调到这了 那么你底下的这个位置 就是他在向下跌的时候 他的191的位置 382的位置 0.5的位置 你知道还是不知道 知道还是不知道 不知道 知道啊 怎么会不知道 你肯定是知道的 是不是 191是他的支撑位啊 就是支撑和压力位 他不黄金分析位 从0 191 382 0.5 618 809 然后1 就是从 他是从 上面是1嘛 然后 最底下是0 中间的位置 那么是0.5 这个位置 就是0.618 这是0.382 那么他对应的 这就是0.191 这就是0.809 他一共这么多个位置 黄金分构 我们说的 其实基本上 就0.618 0.5 0.382 这些是他比较重要的 一个支撑和压力位 那么这实际上 是他的低点 这是他的高点 那么还有次的支撑压力位 就是809和191的位置 实际上 这基本上 就是他回调20%的位置 是这意思吗 是是是 是是是 明白了 还是没有明白 现在明白的这些 上次上次你讲的 我没有听到 你分析这个 没整过 他是 你看 这个位置 是不是 有一个坐标轴 不是有一个工具栏啊 这是不是有 什么分啊 石啊 这些是吧 你点这个分 他是不是就出来了 就出了黄金分割 是吧 没错吧 这个操作都没有问题吧 黄金分割的话 他有三个 如果你用国内的软件 他一个黄金分割目标位啊 这是美国 美股的软件 他只有三个 是黄金分割率 黄金分割拓展 和百分比指数啊 这是一共三个 那么我刚才讲的是 黄金分割率 你点第一个 他就出来了 这个你从低点到高点 或者从高点到低点都可以 那么他的位置的话呢 如果从高点向下是什么位啊 回调是什么位 是不是支撑位啊 这个应该 我怎么讲 好像大家不是特别明白 是我没讲清楚呢 还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比如说 这个是我刚才们看的 这几个位置是吧 然后股价这不是低点吗 然后是不是到高点 然后他股价回调的位置 他就会调到这 他获得支撑的概率 如果说他支撑了 比如这收羊了 那么基本上这个点 是支撑位 他是一个买点 是吧 你不是有的时候 股价涨起来了 因为我们讲趋势 他上升趋势 他不可能直接涨啊 他是不是有回调啊 回调有的人老说 这个点到底买还是不买的 什么点位买 那么你用这个的话 那么基本上 他的第一个位置 从上到下 这基本上就是 他的382的位置上 黄金分割嘛 然后再往下 这基本都属于强势调整 如果调到0.5以下了 那么从上到下 我再把它反过来 就是382嘛 如果他从上 调到下边 都调到618的位置上 其实他已经回调60%了 这种就相当于说 比较弱了 属于弱势的调整了 那么他后期 股价是否能创新高 那就需要量的配合了 如果说没有量的配合 那股价创新高的 概率总结会低了 所以这么一个调 但他会不会涨啊 也会涨 黄金分割向下的一个支撑 向下的支撑 这个 这是大盘 在大盘上 我们可以去看到 他的一个调整的位置 个股也是一样的 个股也是一样的 而且的话呢 他的分析周期是 那么他的准确概率 肯定是从长中短 依次向下推 对吧 那么你在日线上 有的时候他可能调整 等等一些东西 会有一些变化 当然在周线上 你看到准确概率 就会提升 到月线上 基本上这种调整的位置 就相当于说 准确概率会比较高了 周线 这是不是 刚才我们看到的 是不是日线啊 那我点一下 我从高点到低点 大家可能听了明白 这是不是高点到低点 那么你看看 我把后边的 还是把后边的图形去掉 走到这了 我再让他压一下图 大家可能看得更清楚一些 那么我这从高点到低点 我进行连线了 那么他的一个回调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的话 你看他的最低点 就这根下引线的位置 是打到了什么呀 这是多少 是吧 我再放大一下 这个下引线的位置 实际上他回调整好50% 就从高点下来 这个位置 这两根K线 一个是收盘 一个是开盘 那当然他不是精确到 这个整整好这个点上 是吧 因为有的时候 在技术分析的话 他有的时候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他有的时候就打到这个点 他一分钱都不差 有的时候他可能 他会差个10%左右的这种价格 那么这个的话呢 你去看 这个50% 50%的回调位 这个低点 基本上就是打到这个点 打到这个线上 是吧 基本上就打到这个线上 这个的话呢 基本上我们看到 乡下其实突破了一些 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382的位置上 是吧 这是一个382的位置上 那么好了 这个的话呢 就是 你看完之后 你看完之后 这是不是就比较简单了 这个回调 那么当时实际上 是不是就191的位置上 没错吧 这是在周线图形上 你去拉出来一段 那么他回调的这个低点 就是获得支撑位 好 那么你突破之后 现在这个高点 我们现在它涨上去了 是吧 我怎么办 我用这个黄金分割的什么呀 这是不是有一个第二个窗口 是不是有一个扩展呀 各位 看到没有 黄金分割扩展 点下来之后 这个位置 是你去测算它高点的位置 就是从低点拉起来 到高点 看到没有 是不是我把鼠标放在这了 我是不是从低点到高点 那么这个你松完之后的话 它除了 它这个距离 它有给你画出黄金分割来 它在往上的时候 那么它一样有黄金分割的拓展 这样就守得 省得你进行守算了 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的话 你就需要在这个点位上 向上守算 它的目标位 就它的压力位 那么好了 调到这儿 那么我们再去看一下 这个是 是不是它突破的那个高点啊 是吧 这个突破的高点好 到这儿 这是不是等于从这儿突破上去了 然后到哪儿调啊 它是1.38 是不是 是因为它向上扩展了 所以它是1.38 它这个位置是它市场向上的一个压力位置 就是一个高点 那么高点 有人说高点为什么没有跌啊 高点受到压力 它是不是进行震荡了 这个基本上横盘 我们看到1 2 3 4 基本上4到5周的时间进行横盘了 这是周线图形 这一根K线就跌了一周 这一根K线就跌了一周 这一根K线跌了一周 实际上基本上光在图形上 你看到三周基本上都是下跌 那么这是一个高点的压力位 然后再向上突破了 是吧 它又把前期的点位突破了 突破之后 到这个位置的时候是809的位置 然后回调 对吧 然后再突破 过了191 实际上它下一个位置 你把那鼠标放到这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那么实际上就是它1的位置 就是它100%的位置 就是到达一个高点 那么这等于从前期的这高点 到这已经翻了一倍了 这就是拓展 你向上去去看它的拓展 它的高点的位置 好吧 这个还有什么问题 这其实 一个是很简单 二一个其实也很管用 你看 你比如说 个股 个股 其实 你比如说我们看那个阿里巴巴 他就说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 刚才我们还说 这个股票 我们讲的有仨月 从70块 从100块钱 讲到了140块 这可气得你白 它还得涨 这个也是一样 那黄金分割 我们先去看 是吧 黄金分割很简单 高点 低点 对吧 调完了之后 这个是382的位置 附近 获得支撑 起来 这么一个位置 是吧 然后这个我们再去看 这个就是比较深幅的调整了 它基本上调到809的位置 就回调到 基本上回调到起点的位置 深幅的回调 但是它这是做底呢 做了两个底 又起来 再涨上去 那你用拓展也是一样的 低点到高点 放大一些 那么它突破的这个位置 这是前期高点 突破之后 到这回调 回调到起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实际上809的位置 然后再突破 到这实际上突破200了 就是它实际上已经翻了一倍了 这个阿里巴巴在这 那么这个位置 你再去测算 高点的话呢 那你就找这个高点呗 从这个低点 到这个高点 你是不是就能找着 现在它为什么回调 前期142的时候 它为什么调啊 这实际上打到了1.618的位置上 1.618的位置上 是吧 那么也有的网员朋友问 就说你这个选点怎么选 我给你教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如果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去选点 那其实最简单的就是 你要想找低点 你就找它的最低点就可以 比如这个股票 我不知道 你说我到底在这找点 我还在这找点 我还在这找点 那么你起始的那个点 你就找它的一个最低点就可以 你一步一步往后去推就行 是吧 当你找不着 选不好点的时候 那么你找高点 你找不到点的时候 那么实际上你去看 就是它的近期回调的一个高点 或者说是 它第一次回调的点位 身符调整的点位 你找的这个高点 你自然能找 这就比较简单的方法 那么当然你再精确一些的话 那么就是它重要的 低点和高点的位置 就影响它股价走势 是吧 那么这个可能 它对股价的影响 它又不一样 好 我们再来看 这是当时 讲的黄金分割拓展 然后19号的话 这是红色警示 那么当时有的 网友朋友在群里也问了 那么这个地方 为什么红色警示 那么它其实就是 它的原理 就是急速拉升 然后筹码虽然在底下 它能急速拉升 所以它有技术 分析方面的回调的一个要求 就这么一个概念 短期持仓 然后这个的话呢 实际上我们看到多空王 它股价在多空王之上 这是一个大的箱体 这个箱体的话呢 高点低点都很清楚 前期突破了这个箱体的上沿 所以股价在持续的上涨 那么还有的话呢 这是它主要的一个成本区 所以后期道指如果出现调整 如果出现调整 实际上呢 调整的幅度的话呢 也不会很深 为什么 因为它主要的成本区 就在我画的一个箱体的这个位置上 那么这是它主要的成本区 好的股票 其实回调到位 那么实际上你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因为以前买你价格高 现在回调下来以后 其实价格会比较低 有人说担心它一调 就会调得很深 是吧 那你就记住一个 你去看这个指数它的走势 凡是它走出头部的特征来的时候 那么它很少有这种微星的反转 能理解吧 就是说它只见到一个高点 就这个高点就高高在上河 就这一天就见到了 然后就直接就回来了 那么这种概率相当时会低一些 大部分其实会走出双头的这么一个走势 是吧 有的甚至可能还走出三个点 因为为什么 因为主力它也要进行出货 所以说大规模的头部 其实根本不用担心 头部出现你是一定能知道 底部出现 你是一定能知道 但是你卖不卖买不买 那是另一个概念 但是知道肯定能知道 因为你我们讲 这个软件我们讲了很多次了 是吧就是所有的这个突破点 所有的底部 所有的高点 实际上你是一看就能够看得很清楚 但是具体到你自己的个股操作上 可能你有一个执行的问题 就是你是否能卖出去 不就是这个概念吗 你是否能拿得住 这是不一样 好 就跟你说我们讲特斯拉 讲阿里巴巴 讲京东 讲这些股票等等一些东西 就包括当时在香港讲腾讯 真正能拿住的少数 只要你看了 或者只要你受它的影响 受它的波动的影响 你通常可能都会减仓出来 对吧 所以有的时候做股票 其实呢 说简单也很简单 你要找到一只好股票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呢 你要耐心持有 这两点很重要 你做不到这两点 那你就要需要做到八点 做不到八点 你就要做到十六点 十六点做不到 要做到六十四点 就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当时这个 一个企业管理的课上 那个老师讲 一个是当时他讲投资 还讲那个婚姻 说婚姻很简单 说你找的一个好人 然后呢 这个耐心持有 跟着他就行 如果你做不到这两点 那就需要做到八点 怎么做 生活中你要做到 怎么怎么样 然后那八点也做不到 那你要再做到十六点 一系列 很麻烦 所以股票是这样 就是说 其实很简单 你说在国内 你拿着万科 都涨了一千倍 拿着茅台 现在都五百多 是吧 你香港 你拿着腾讯 拿着那些股票 好的股票 那都翻了上百倍 你在这 你随便 你拿亚马逊也好 你拿 包括你说 现在你拿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这种股票 你说腾讯 它都能够 在香港的话 它基本上 它现在付全的价格 也基本上都几千块钱 现在市价 也基本上都几百块钱 你说这种股票 像阿里巴巴 现在的价格 也不过一百四十多美金 对吧 那么它还有多大的空间 那就这东西 你就自己去分析 包括一些股票 是吧 那么好 所以说呢 当然前提的话呢 你去看这个 大盘的指数的走势 是什么样子 那么这是20号 那么当时讲到 那么现在的话 你看纳指和道琼斯指数 这两个指数 不像以前是同步 你发现没有 以前这两个指数 都是同步的 现在这两个指数 并不同步 有时候这个涨 有时候这个涨 有时候那个跌 反正这俩都是 再去进行一些 这个反向的一些走势 所以这个实际上 是市场波动的一个前兆 这是21号 那么它短期 那么这是我们今天发的 短期卖出 前期红色景色消失 变成黄色 黄色 短期出现一个调整 那么中期还建议你去持仓 这是道琼斯的指数 的一个走势 A股呢 我就不多讲了 A股就看最后一张图 就可以了 怎么叫负权 负权 是什么意思 负权这不叫呢 土加除 就是你现在的价格 就是市场价格 是除权下来的价格 然后普通的话 就是说你没有负权的价格 加权的话 就是它有的十送十 你把这个东西加上之后 它实际 就是它这个股价 真实的一个价格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腾讯 是吧 腾讯的话 如果你除权 实际上就是现在市场的价格 市场价格 现在收盘价格279 是吧 那么如果你加权的价格的话呢 那么你去看 它现在价格是 收盘的价格1470块钱 1470块钱 就是因为它前期 它都是有送配的 你看到没有 十送十 它送配下来的 所以说你去看股票的时候 在这儿呢 其实您提问题提的很好 那么你在分析的时候 你要用负权的这个图形去看 因为它不负权的这种图形 比如像这种缺口下来以后 实际上你去分析这个市场 你分析这个图形走势 它是不准确的 能理解吗 就你比如这种图形 你怎么分析 它到底是低位还是高位 它没法 它一旦打开来之后 它所有的指标 其实都到低位 所以这就是你看其他的软件 为什么有时候 它不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你没有把价格 去把它付全了 它就是除权 它就是市场的走势 就是那样 除权下来 它所有的指标 肯定都是在低位 这是毫无疑问 你比如说我们看它 像RSI 是吧 你看它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它除权下来的时候 实际上 原来这个RSI是在高位的 但是除权下来 它就到低位了 它就到20的位置 那么实际上 那这个位置 它就是一个买点 对不对 那你去分析的时候 那么你用这个分析 不管它最后股窍是不是涨 但是这个分析 到底是对是错 这是很关键 但是你如果说把这个全付上 就刚才这个位置 是吧 我再给你看一下 其实就在这个位置 我先把这个图 放到这 如果你付上之后 实际上在这个位置 这个时候指标 你看RSI 还是在50以上 对吧 那么只不过刚从 建一个100条下来 所以这还是一个强势的 强势的话呢 你去看股价 它还是上涨 所以说你用这个指标 如果你这么去看 这都是全都是弱势了 那你就没法做 实际上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所以你回去用软件的时候 当然有的时候 我们用一些交易软件 那么但是你要去看 它到底是不是它付权了 它是自动付权的 就它已经付权了 如果它没有付权 你需要把权付上 然后你再进行分析 那如果不付权进行分析 这个偏差比较大 好 你看 现在是不是叫 除权的价格 是吧 那么现在的市场价格 是279 279的概念的话 就是你现在在市场中 你去买的时候 你就是279块钱 就现在的市场价格 收盘的价格 那么好 你如果说 比如说是普通 普通的话呢 价格实际上还是279 没错吧 还是市场价格 但是它的图形 这个位置 它有一个大的缺口 这是它10送10下来 如果你看日线的话 其实你看的可能 更清楚一些 这就是一个 10送10的一个大缺口 这就是普通的 股价的走势 但是它的收盘的价格 还是279 那么好呢 还懂的 这叫加权 这不是有一个加权 K线 在这 是吧 加权的K线 是什么概念呢 那么好 你的 你说是你279 但是因为你当初 10送10了 对不对 你当初10送10之前 这个股价的 收盘的价格 实际上都222了 对吧 你现在200多块钱 那么它到底多少钱呢 我通过加权 我一看我就知道 现在它实际的 价格 那么实际上我们看到 是1474 它收盘的价格 在这个位置 就是一股的价格 你说10送10是什么意思 Split 分红 送股 一股分两股 对 送给你 你有它 你是它的股东 然后再送你一股 哇 发了 但实际上股价出现了 市值还没有变 这没改 对吧 但是分红实实在在 所以股票投资还是 有利可图的 尤其在美股市场 它真是分红啊 它还不像国内的 港股也分红 它真分啊 是 对啊 你做汇丰也好 做什么这个 腾讯也好 或者那个 看付权的那个图形 这个付权的负质 是你那个谱字 还是 可是你不是 你平时用的 就用最后一个字 除权配线就可以 对 你用最后一个字就可以 你就别的 你要不用 你就不用管 它自动默认的 就是出权 这个软件 自动默认的 你不用去动它 你要想看看 它实际价格 你点一个加权就可以 对吧 你说那个付权 那个字是 普还是辅 辅是这个辅 就是把权 辅回去 那个 对 就恢复上去 那我做的是 这个软件 恢复上去 就是恢复上去的意思 你知道吗 所以一般软件 它自己默认的 就是这个除权 你如果说 你不想去 看它原来的价格 你不用动它就可以 它图形就是完整 就是现在的 这个市场的价格 所以比较方便 好 这个的话呢 我们就 看它这个 最后的这两张图吧 A股这块 A股 因为咱们也有一些朋友 做A股 是吧 那么这是6月19号 当时发的 这A股 现在其实你去看 它的走势的话 它是怎么样 是不是前期 这止损下跌 这走了一个什么 是不是一个双底 双底这突破 打到升分线回调 在这提示加仓 加仓突破之后 再怎么样 是吧 突破加仓之后 在这位置 其实又突破 然后又回踩 再收一个阳线 这就是目前A股的走势 对吧 趋势王 绿帆红 但是呢 A股它也是这样 你看近期这个市场 它其实都是缩量 所以说你指望它 现在目前有特别大的行情 是有一些难度的 因为你价量要一定的配合 那么涨会涨 但涨多久 那么需要成交量的配合 那么你看像这是我们前两天 去分析市场的走势 所以说你看这个 而且我去发这个大盘解析 我没有个人的观点 我不是说 Aaron今天对这个市场怎么解释 你看报纸上和网络上 都是这分析师怎么看得准 那分析师怎么看得准 是不是这样 我这里头没有任何我个人的观点 我实际上只是把软件的功能 给你展示出来 对吧 那么 它到底准还是不准 你自己可以去看 它是一个概率的问题 对吧 那么但是它整体来说 当给你提示 这种加仓的时候 也许后边它还会调 有的人其实老纠结这一点 包括我们在群里头 我们也跟一些人交流 他就说你看 出现加仓 你看后期都调了 他就说这个图片 每天都发 实际上 买点买完之后 是不是股票就一直必须得涨 没有这种买点 是吧 买点只是告诉你要买进的一个区域 涨上去之后 它调整也是正常的 调整只要它不跌破 你的这个买点 那么实际上你就可以持股 跌破你的买点 就是止损点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要求的 那么好 其实你去看的话 它出现这个加仓 这种一个波段出现 再加上黑箱专家的提示的买点 那么这个点位 实际上当初的买入点 基本上还是你能够去获利 如果你这波当时双底 比如说七十王翻红 你去买过的时候 你到现在这波A股的话 基本上15%左右的一个利润空间 没错吧 这个你去看图 你可以看得很清楚 这是不是当时也是一个翻红 对不对 第一次回调 反弹第一次回调 没破新低 然后绿翻红 那么是一个进场点 但是仓位不中 对吧 到这翻成绿 紫线了 绿线翻紫线了 那么这基本上是构成一个买点 对不对 突破之后 必然回踩确认 你发现 其实当你掌握了股票的规矩的时候 你的这个买点 其实都很清楚 你如果激进的买 在这个位置买完以后 其实这个高点你可以卖出去 因为它要回踩 回踩才能把股价踩实 为什么 回踩实际上清洗的 就是浮动筹码 你买人去了 你是不是坚定持股 你也不知道 你可能是个短线客 是吧 你就是一个投机 你就是一个浮动 做一把短线你就走 这个时候 它是不希望你拿着股票 你想持股 它希望的是 你能够一直 不管这股票涨跌 你持住就完了 所以说它要把福仇清理 因为这样的话 这种福仇清理完了 它在拉升 剩下的是坚定的持股者 这时候这种拉升 相当是会比较快一些 所以它必然 它会有这种调整 这是必然的 那么这像今天 它调整完了以后 实际上一二三 这三天它又在涨 这是A股的一个走势 正好到前期高点的位置 那么黑箱给你提示 短期中期的一个买进 筹码在底下 所以说这是一个概率 这个图形走出来 它唯一欠缺的 实际上就是量的配合 如果这个图形 如果它的量 正好是跟刚才我画的相反 那这就绝对是一个波段 中期波段的买点 现在它欠缺的是量 那么肯定是一个短线的波段 至少这个股价会涨到前期的压力位的位置 是吧 那么这实际上就是 你运用软件 你去看图 所以我们这个网源 其实好在哪 有人说这个软件 有没有用也好 或者学习有没有用也好 我们不是去 有人说好多人买软件之前都说 对吧 你给我推支股票吧 你给我代课理财吧 实际上你去想 我们培训完了以后 我们把你训练成 实际上你就是至少是一个半职业学生 不就这么点事吗 所以这是为什么 我们能做20年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我们不是说去做保姆 我们给你赚点钱 我们干理财的事 干私募的事 肯定赚钱要比软件快 要比软件多 这毫无疑问的 对吧 你有100万拿了 我给你去做对不对 我至少分你20% 这是很正常的吧 我还要收你管理费 我收你一个点很正常吧 这是最低的 对吧 你随便算了 这一个点的管理费 我给你分成20% 你说我能挣多少钱 我挣的钱肯定比我 卖的两三千块钱软件 要多得多 那么但是的话 这个跟我们的公司理念 跟我们去做的这个理念不符 因为那个不是一个长久的东西 因为你做投资巴菲特都做了60年了 对不对 做投资 做10年只不过刚起步 真的 你在这个投资市场中 我的体育我才做了十几年 我算是刚起步 第一个阶段 10年算跨过去 人家巴菲特和索罗斯说的很清楚 你到第二个10年的时候 你才大概明白点怎么回事 你到第三个10年的时候 你肯定是在市场中 赚钱如探挡取物一般 就这么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这是一个过程 我并不着急 因为这刚第二个10年 对吧 招什么几页 只不过大爱琴能看明白 但是你说真正赚钱如探挡取物 还是费点劲 因为经常被人探挡取物 对不对 因为觉得对付散户还行 进去以后 这些都是超级大的机构 人家KO你一愣一愣 因为你跟他博弈太费劲 那不就这概念了 所以他这市场 哎呦 回过头来 我们教的东西 他为什么有的时候 他会变 你说你看这买了 对吧 又卖了 卖了又买 他是因为这个市场 是一个博弈的市场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去 让大家用软件 然后让大家去学习 因为这样的话 你就掌握了这个方法 你将来可以在这个变换的市场中 用你变换的方法去应对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东西 你让我给你去做 让别人去做 实际上那么一个 是吧 他的水平的高低 二一个 你永远不可能去掌握投资市场 他的一个真谛 你永远也得受制于人 就这么点事 你自己把它学会了 花个几年的时间 刚才索罗斯 达佩特都说很清楚 第一个十年刚起步 对吧 你到第三个十年 你就探堂取步 咱们就往奔第三个十年去 这是A股 这个呢 你看我在群里 我发图片 没有讲解 你是看 光看这图 你是看不明白 像你那个讲解图 右边它有那个 筹码跟那个黑箱提示 那个我们的软体 怎么让它显示出来 哇 你这个问题 你问问资深网员 马上给你秒杀 你问这问题 人家笑话 你点这个就出来了 点哪一个 点这个 这不是有一个 这个小密封似的吗 动态筹码和黑箱提示 要好好学习 前来我是之前 好 那个 我们这个市场这块 我们讲完了 我们再看一下 那我们讲个知识点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其实呢 咱们讲一个价格 对称的一个测顶的 一个方法 当然有很多的测顶方法 那么实际上 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它有K线形态 包括密集成交 均线测顶 黄金分割 包括通道线 是吧 那么我们先去研究一下 那一边我们看这张图 看这张图 我把它 放大一些 不行 这一放大就找不到 放大它就不能画了 先这么放大看吧 放大我再缩和你 那么这是放大的一张图 大家看这张图 这是月线图形 那么这个是NM 有点模糊 那么这是从它起点的时候 震荡向上下来 再回调 再到高点再下来 那么大家你去看这个图形 就是你能发现什么样的规律 那么实际上的话呢 大家可以仔细去看 因为我们需要经常进行一个练习 你不要去拿自己钱 又接着我看一只股票 我觉得这不错 哗扔进去 满了 等着它赚钱 你先拿那些图形 你拿过来 你先把它整个捋一遍 你看你能不能看明白了 然后你去看看这个点 买点还是什么点 然后它能涨多少 能跌多少 你基本上 这种图形 你自己做练习 看得八九不离十了 你基本上拿钱再一买 你的胜算至少能提高百分之二三十 但仍然不能够保证 你一定能够赚钱 因为什么呢 看图跟实际拿钱去操作 心态就不一样 看有的时候 你但是你连图你都看不明白 你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 你拿钱做肯定也做不明白 是吧 看图看明白了 拿钱做 还有可能尚且不明白 看图看明白 拿钱也能够执行你到位了 能做明白 那基本上 胜算就非常大 那就随便拿过一张图来 先不说其他的什么高点低点 什么技术分析去分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可以去看 一个这是曾经他最高的一个高点 就是这种股价的走势的话 他对于市场的影响实际上是非常大的 你比如像这张股票 这是当时他07年10月31号 他当时的价格 最高的价格是13块一毛八 这是他的最高点的价格 那么这个是一波上涨 那么你去看 刚才我们讲了市场对秤的一个测顶的方法 就是这个股价下跌完了以后上涨 这一波行情 他后期的几次上涨 实际上他都是跟前面的这一波上涨 基本上是同步 基本上是同区间这么一个走势 就是你看这三波上涨 基本上都是他的上涨区间 基本上都是相差无企 是吧 那么他是一个对称的图形 而且的话呢 好 我们看这个高点 实际上你去想吧 当然现在我是把这张图可能都放不上了 下回我再做的时候 我拿一个图我把后边挡成 你可能看着才会更明白 你比如好了 现在假设我把后边挡成了 这股价从高点跌下来了 涨到这个位置 是吧 一个的话你去看他对应的是不是前期的低点的位置 这是不是压力位 对不对 二一个等长的距离 见到高点 调下来 然后又涨一波 这是一个温子型的一个上涨 这又涨一波 基本上跟前面是对称的 还有的话 这个位置当时应该是11块 一毛八左右 就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11块一毛八左右 那么这个高点下来 实际上你说他受哪个影响 各位 他是不是就受前面的影响 这是07年 到这实际上都应该是14年了 就是这个股价 其实走到这7年的时间 这个价格其实对后期还是受影响 他跟他的价格相差10% 就是13块一毛八的0.9 就是他相下的10% 是这个位置的一个高点 就是11块一毛八的位置 7年的时间 股价运行到这你发现还是过不去 是吧 所以说呢 为什么说这个股价 为什么说做趋势 就是创新高的股票 尤其是这种温子型的 走起来创新高的股票 回踩确然又起来 这种股票为什么像亚马逊 为什么像苹果 包括像这个 什么微软啊 这些股票 他为什么一直上涨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他的的确确 他就是创新高的 创新高的没有压力位 对吧 所以他就持续的上涨 这种趋势 他一旦走起来 实际上都是 不会轻易的去回头的 所以为什么你要做上升趋势的股票 一旦创新高 对吧 又有价值的支撑 这种股票你不用去担心 他到底会跌多少 或者什么时候跌下来 他通常跌了就会有人买 跌了就会有人买 所以他一直会涨 涨到什么时候 涨到可能大盘见顶了 系统性风险 他们才会见 大盘不见顶 他轻易不会见顶 除非他的企业出现很大的问题 当然在今天这个社会 因为他的信息是比较透明的 而且的话呢 因为我本身自己也做企业 是吧 那么我发现 现在实际上随着这种信息越公开 越透明 越垄断型的企业 他获得的数据信息量越大 他越能够秒杀其他的小企业和信心企业 就他形成了一个垄断 就你今天想跟腾讯 想跟阿里巴巴竞争 你就不用想了 他已经成为世界第五大经济体 对不对 你跟他没办法进行任何的抗衡 他可以获取一切资金信息 人员数据科技 所有所有的东西 他全部都是一个巨乌霸级的一个量级 他分分钟秒杀你 你没有任何的翻盘的可能性 所以这种企业 他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商战过程中 他具备绝对的优势 如果不是他自身犯错 基本没有能够 没有什么对手能够去跟他进行竞争 这当然是现实是很残酷的 我们都不愿意去面对 但事实就是如此 是吧 就当就跟这个社会似的 一旦形成阶级 一旦形成阶层 财富分化分化起来之后 你发现你想去超越这个阶层 需要费很大的劲 这跟股票的道理是一样 那么好 这种股票一旦走出上升趋势来 那么他通常轻易的不会跌 这没有办法 这亚马逊 包括你说像特斯拉这些股票 包括说像巴巴 包括像京东等等一系列 就是说他一旦形成优势了 那就你很难在商战中去能够竞争过他 商战中竞争不过他 那么其实他的企业就是有实质的业绩 和市场份额的支撑 他有实质性的支撑 那么实际上他涨多涨少 就时间的问题 对吧 那么如果说你再能够去通过图形去分析 那么你对他心里头就会有底 只要不是大资金彻底的出逃 那么基本上风险都会很小 如果是大资金出逃 那么说明这个企业可能会碰到 那个你所不知的这种风险 这些东西又回过头来 其实就跟我们在网元科当时开篇 我讲就是分析的时候所讲到 就是你能知道 比如说像谷歌也好 亚马逊也好 出现系统性风险吗 你不可能 你所知道的信息来源 一定是网络报纸公开媒体 没错吧 你别告诉我说谷歌现在不行了 被你都知道了 是吧 88现在业绩造假 被你都知道 被我都知道 我也不知道 我们不可能知道这种很确切的信息 没错吧 因为你所知道的小道消息一定是不准确 那么好 所以你想通过这种公开 或者说所谓的内幕的信息去获得市场的真相 那么实际上这条路从逻辑推理上来说是走不通的 那么好 那怎么办 那我不做了不就完了 不是这样 但是我的逻辑推理是这样 如果我是索罗斯 我是大的私募基金 我有几百个亿 我想去做这只股票 对不对 那么他如果真是涨起来 那我肯定我知道利好 我肯定要去买 所以我只要看到资金大的主力资金进场 那么这事实上对于我来说 我就需要去跟庄就可以 对吧 我无法知道他未来是否具有信用的风险 但是这种大资金他肯定比我们值得 想都不用想 他的信息脉络就跟那个罗杰特尔菲尔德的那些银行似的 包括像摩根斯坦利的这些投行 包括高盛一行 他们的人脉 他们那种信息 那么是我们的恩恩贝 所以他肯定知道 他知道 他知道这些东西 他肯定要么翻手做工 要么他卖出股票 他不会傻到在那等死 所以说那你只要看到资金的出逃 那么你跟着他跑就行 当然他在出逃的过程中 他肯定就跟打仗一样嘛 对不对 我明明要撤退 我反而雷鼓 对不对 进攻 不就是这道理 因为我如果说告诉对方我要撤退的人 肯定拍马就杀过来 我肯定溃不成军 我肯定和驻守迎战 我甚至还惊奇招展 我给你制造假象 我就跟当初诸葛亮武藏员撤兵 到底是一样 对吧 那我这时候我给你造成假象 然后我再撤 让你感觉我好像在进攻是 所以说这种股票的到底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但是的话 他一定是留有痕迹的 你比如说像这种股票 他走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这实际上瞧着就像头 因为他拉下来之后 一直在横 一直在横 但是他是不是头呢 取决于他是不是跌破境纤位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对吧 他跌不跌破境纤位 他是向下的突破 他是不是向上的突破 对吧 然后你再去 当然我们看的是日线 那你再去看看 对吧 别的一些情况 那么但是这种横盘下来之后 你去看他周线 走势 到他最后的时候 那么好了 最后还是突破 这么长时间 他都不跌 头部基本上 一二三 震荡差不多了 对不对 就应该跌下来 还不跌 对吧 震荡反而向上 又向上突破 指标走上 那你就等他突破的时候 你去买 向下突破 你就去买 所以 这就跟打仗一样 对吧 你要视敌情而定 而不是一个固定的 就说 嘿 老师教了这个形态 此读书是害死人的 这就是头部 这就是底部 对吧 为什么他不长 底部形态出现 也有可能不长 因为我们去 通过技术分析 它是一个概率 它不是去猜谜语 它是一个概率 这种图形出现了 对吧 走出一个底部形态 底部逐渐抬高 那么这时候 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长 但是我知道他长的概率 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他什么时候突破呢 对吧 那我就等待这个机会 好 这第一次 你看他第一次突破的时候 上引线 冲高下来 对吧 给你感觉可能长不上去 结果他又长上去 所以说呢 为什么我们用 这个静态分析软件 进行交易决策 就是我不要受盘中的影响 你比如这种图形 走得非常好 低点抬高 对吧 高点向上突破 成交量在这配合放量 对不对 这个图形就是买点 就是你 那基本上是 百分之七八十的一个概率 但是你在买的时候 你为什么没有买 是因为你在买的时候 盘中 他冲高回落了 大笔的卖单出来了 是吧 然后恐慌性抛盘出来了 而且这是周线图形 这么长的上引线 实际上在日线图形上 你看他就连续的下跌 你会不会买 你不会买 那么你不会买 等你不看到的时候 他就扒起来 他就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你不要太受盘中的一个波动的影响 是这么 就是今年刷出两次大的那个并购 比如说微软买那个LinkedIn 就是这几天刚发生的 Amazon把那个hold 什么 但是因为我其实一直都关注这些股票 但是我就看不出来 就是有什么痕迹 你说是 就是他在买的那一天 成交那一天才有 之前也没有看到任何消息 没有任何报道 只有就是说 因为我以前一直做 做那个Tesla 只有那个Tesla 他那时候要收购 Social City的时候 有很多各个方面的报道 但是就是这个微软 还有Amazon 这两个公司的并购 根本就没有看到过这个消息 然后突然之间就是在他成交那一天才看 嗯 这个 就这样的话就怎么分析 应该像咱们肯定也没有什么消息 就是如果要说 你说你说这个痕迹 那你怎么找 这是哪个是个微软 是这个吧 这段 他是这样 就是说这种情况 有可能他直接就进行场外交易了 他可能不通过在盘中的买卖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直接我双方签约 所以我直接进行股份的这个并购 那么没有经过场内交易的 那么实际上你在这个痕迹上 你自然就看不到 那么当然这种情况的话呢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说你看他本身的股价的走势到底怎么样 如果他本身就是一个上升趋势的 那么实际上这种股票 后期出现这种并购 那么比如这种突发的上涨的概率可能会大一些 其二的话呢就是我们分析的话呢 还是分析能够去把控的股票 比如像你说的这个 可能是他属于比较极端的一个势力 那么我们就没办法去掌控 那这就不属于我们掌控的范围之内 你根本就不知道 就突然之间 就是兵购那一天呢 我就才看 突然之间那个就是拟益就涨 因为他们都是溢价收购这些公司 所以像那个 HOLD的那天就是一下子就涨了十块 对他这个你比如说 他当时微软收购他那天好像涨了 涨了二十三十 他一般一百九十块钱收购 嗯 一股收购 所以就是突然之间一下 就发现了 那天没有任何 你说那只股票是哪一个 是这个吗 对的有吗 微软那个没有 是吧 你说的是后目吗 我说是Amazon Amazon买那个whole food 哦 whole food 这种情况的话 那就是如果他不进行厂内的交易 他直接是厂外的交易 你从成交和从资金上 你就看不太出来了 嗯 嗯 你就看不出来了 拖子一直就是三十块钱左右 嗯 那种晃晃的 其实都挺靠的 嗯 嗯 嗯 但是好像那种做 做那个option那些 比较喜欢做的 嗯 嗯 然后 我看得出来 任何一天 等一下 然后呢 因为我经常看 好多软件的东西 嗯 嗯 那现在如果我们看 Kofu 可能有什么 这个 这个 器材 可能可以见 看不出来 Kofu 是哪个 嗯 H吗 是这个 咱们有FM 咱们有FM FM 对 是这个 就这个突然变购了 嗯 这你单纯 如果它是厂外的交易 你看它称交代是没有 之前也没有称交代 对 看不出来吗 没有什么变化 突然那一天 然后登下 涨 嗯 车子明明 对 这就是比较突发的 突发的走势 这个就是不好去把握 但是的话呢 就是说你比如十只股票 可能就一直有可能这种情况 或者说 一百只股票就一直有这种情况 所以你只能去把握你能够掌控的 你现在不就退休了吗 你不是已经退休了 没有 在你跳起来之前还打下去这么大一块 肯定有人知道什么事了 对 它就是这种就是反向的做 其实它前面它是跌嘛 给你颇为下跌 然后最后反而就涨起来了 本来让你可能知道消息想想敢买的 你也不敢买 你买的话 它跌下来了你自然就不敢买 人的心里都是这样 你分析的再准 你当时买的时候 啪就这根阴线一下跌 你绝对不敢买 你除非你百分之八十的这个把握 你才敢买 通常不会敢买 你买的时候可能都是长起来 和长这么高 追往里追 你敢追 但是打下来的时候你不敢买 因为你盘中你在买的时候 为什么动态软件 你需要慎重的去用 交易的话 你看盘中当时卖盘往外一出 大的抛单往往一抛 单边下跌 你有多大的勇气去买 你绝对 你前面你分析再好 你就今天一万个决心要买 你也不买 所以我自己认为 就我不是说 针对你这个软件 我个人就是总是认为 牛肉软件是一个工具 你说你还是要看 就是这个市场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分析 就是你看它涨了跌 你要知道它为什么 为什么这样 为什么 所以就是 我自己认为还是考虑 就各方面的信息 还是要 应该要掌握 对那肯定的 你做市场的话 你肯定要整个结合 你获取更多的一个信息来源 然后你用软件 用这些技术分析 你去验证你的观点 是这么一个过程 就是你实际上都是需要 但是说你单纯的 如果说只是去看这些信息 你没有工具去帮你进行分析 或者你没有这种方法去分析 实际上这种信息的处理 有的时候 你会有很大的偏差 你并不知道这个信息到底 是不是能够准确 或者它是不是能够给你带来收益 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吧 所以暴涨 但是呢 这个我们把握不住 但实际上你看 说到这个 为什么 其实刚才还说到这个 关于阿里巴巴 阿里巴巴其实我们这讲的 有好长时间了吗 但是你看他当时这一把 冲到了140多 今天又涨起来了 其实这种你实际上是 这也40%了到现在 咱们老的网员 咱们刚开始来的时候 那时候讲才100块钱 107嘛 还是107 包括当时讲 是吧 你说他就涨 而且你看他调过来以后 那么实际上 好多人调完以后 这大的缺口 觉得就没戏了 你看他又涨起来了 但是问题是你肯定不会去买 你也不敢买 因为你觉得他价格太高了 对 就这么点是 所以他实际上就这么一概念 那你说 那你说当初亚马逊 他贵不贵 他什么他不贵 他都贵 对吧 他现在都1000美金 你说腾讯呢 他贵不贵 所以有些东西他都是 他贵不贵 那他1400多块钱 所以说你现在这个社会就是这样 你想真正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 这概率比较低 因为物美通常价都贵 不就这点事吗 除非名牌打折买东西 是吧 通常的话 那可能他就断码 他的款式肯定是去年的 他绝对不是现在最新的款式 他这个很简单 股票也这样 你想去又买他很好的 又很便宜的股价 是吧 然后又不为人所知的 那这个概率太低了 所以这个市场中 你一定记住 这个市场没有便宜可占 你看最近我也参加一些投资活动 他们有的那个 是以什么公司推荐他们的股票 就现在上市的那个 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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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了 然后他们股票怎么那么好 现在很便宜 多少钱 然后呢 大家去买 是吧 当然问题就有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 他真好的话 他早涨起来了 他轮不到我们去买 他便宜又好 对吧 他现在让你去买 通常他都短期之内 或者说后期他赚钱的可能性很少 他就是很公平的一个概念 对啊 是不是道理 所以说包括你说各位咱们网员 用软件包你来听课 实际上也是如此 对不对 那你是我们网员 我们自然去把这些 我们自己经历的这些东西 包括我们市场中 我去学习的一些东西 那么我去交给各位 因为我们是一个利益共同体 这很简单的道理 对吧 你们用软件用的好 学的好 对不对 赚钱你自然能交信息费 自然能够有很好的口碑 我们这公司能够好的经营下去 自然能够给大家服务 就是所以才会说一些 这个比较这个 就是有料的一些东西 你说外头的我们去说 那我没必要去讲这些东西 而且你发现 我在外头我也讲 你给他讲这些东西 他没人爱听 你得给他讲另外的 我在外头 从来都不这么讲 我在外头 我在秦教授那 我在那个什么讲座那地方 我都讲别的 对 我都去讲别的东西 他们都爱听 就讲那个 反正就骨平的说那套东西 那其实也很简单 那有什么难的 对吧 不就是你对整个投资市场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分析 对不对 但是这个实际上是 你说爱听的迎合大家的 实际上那个东西是没有用的 但是你在那的话 你又跟他们没有什么利益关系 对吧 你又要去 那个去让人家去接受 那你只能说一些 他们能够去接受的 但是你用了软件 你到这来的话 那我就需要去讲一些 这个市场中 他比较实在的东西 就不是说太好听这个话 有时候真理他都比较刺耳 都比较赤裸裸的 是吧 就这么个概念 对不对 你不用软件 那我跟你说这些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你没有软件 讲这些东西没有用 为什么要有工具 就是 其实你去想吧 你所有学的知识 咱们这么多年了 学这么多东西 你在脑子里头留下了什么 读了这么多书吧 我一年差不多得读50本左右的书 在我脑子里留下什么 没留下什么东西 这这么多年读了多少本 学了多少知识 所以你学习的东西 你要想留下来 你是必须要有一个平台和工具 这个软件 为什么我投资的一些东西 心得能够留下来 我把它用到这个软件里头 我把它放到这个交易系统里头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实际上它都留下 我回头来 我再去看以前的东西 我调出来 那么它实际上是一种 知识的一种沉淀和累积 你没有一个载体 你所看的东西 你所吸收的东西 它实际上都是碎片 它随着时间的推移 因为它不是逻辑性的东西 所以它串不起来 你比如说大学的教育 它为什么有用 实际上你去想 你学的知识 实际上你都忘掉了 其实大学当四年 大学你毕业的时候 你进入社会上 你的知识体系大部分都淘汰 对吧 今天下午 不是那个UBC的那个学生 就在这学吗 咱们讲课之前他们走 他也是用了我的软件 他就是这样 他就是 现在要去进入金融这个领域 所以他就买了一个软件 他在这进行先学 学把这东西学头 他现在发现 就是他大学学的就是投资 学的就是数学这东西 现在他要回国去工作 那么也是进入一个 好像证券公司 一个金融公司 那么实际上他发现 他所学的东西都用不上 所以他才跑到这来学 就大学在UBC学了四年 现在毕业了 毕业一年了 小伙子 然后要在这找工作很费劲 要回国去找一个金融公司 结果发现 学的东西都用不上 还得到这来学这些东西 才能回去用得上 所以说 那么你学的这些东西的话 大学的东西呢 他为什么还能有一定的用处 就是他有一个逻辑性 系统性的东西 好在这四年你都得读书 但就这样你金融社会 他还是很多东西都使不上 所以现在我们学的东西 你说我们能够去一个月 你学习的时间 你比如说 您今天周三晚上不上这来听课 你这一礼拜 你告诉我 你都自个儿花多长时间学了 你别跟我说 你每天都学一小时 咱就省省 这一礼拜就这一次 踏着试上这 听了两小时 然后剩下回去 该干嘛 该吃吃 下一礼拜再过了 不就这样吧 就是人他都是这样 这很正常 是吧 因为就好多事要忙 对吧 挣钱的事就是刺咬 别的事都是主要 所以要退球正面做五票 所以说就是他这个软件有用还没用 其实在于我们怎么去用 而且你把这些知识 你有这个软件 其实你把学的知识你装进去 你有这软件你的 它是一条线 它把你所学的东西全都装进去 就是它是一个巩固的一个加深的一个过程 它不是像碎片似的就扔掉 现在学东西 我发现我读的书就是这样 不做读书笔记 不做那个思维导图串起来 全部都忘掉 全部都忘掉 就是我现在这脑子 我就发现我这脑子都现在不够实 真是这样 但是你 但是你把它记下来的东西 后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 你讲出来的 你用的 你通常忘的概率就会低一些 你用的东西 我就拿这个东西我去用 我学了拳击对吧 我就拿着动运我去进行实战 那你肯定能够留下 对吧 我学了一个知识 我拿过去去用 我去交给别人 我把别人交会了 我肯定 他会不会我不知道 最后发现就是我自己更明白 我们我做企业培训的时候也是这样 在大学里头讲 当时也是这样 最后发现他们还没明白 就我 我越讲我自己越明白 所以说你们要想去把这个知识掌握 不是光坐在这听 对吧 一礼拜就这一两个小时过来 然后聚一下 然后就散了 这个你用不 记不住 你回去要用 你用它 对不对 你别好 这回去我赌 我把我全部本机加上 昨天爱人讲了 对不对 这方法我好突破 外界过 房子也压上 你放心吧 你绝对那股票也跌了 这是必然的 想都不用想 肯定跌 反而堵的心态 必然按照你相反的方向去运行 拿个一千块钱做一做 拿个一万块钱做一做 对不对 你先去练习 用一用它 然后呢 你跟别人去讲 对吧 像您这两个人一块过来去学习 互相回去跟他讲讲 对吧 他递了过来 好好听听 你给他讲明白了 对不对 你自然就明白 就你跟别人去进行一个交流 你看看你说的观点 他接受不接受 我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 对吧 你跟别人说 你不是你跟他一说这 第一个说我用软件听客 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那都没有用 那都骗人的 对吧 全是这样的 对吧 什么先大后小 先长后端 我就听消息做 对不对 我看业绩 什么K线都骗人的 有用 全是这个 好 你有两个选择 一个你把他说明白 说通了 二一个你被他说通了 反正就这么两个选择 你被他给忽悠过去 那说明你学的这东西 你不扎实 因为你一讲 他就说你觉得挺有道理 是吧 那说明什么 说明你对这套体系的掌握 实际上并不深入 你直接跟人博弈 就被别人KO了 你随便说一观点 马上分分钟秒杀你 是吧 所以你你是不是能跟他去讲明白了 你把他讲明白 你自己就明白 是吧 好 那么我们还是回归的图形 是吧 那么就是我们看到这个高点 它的规律是什么呢 就这个前期的高点 实际上价格 那么我们看到10%上下的一个波动 对第二个高点还是有影响 第二个时间过去了7年 这2014年 对吧 那么上这个高点 你看他还是股价垫下来 所以说不是说他没有影响 而是说你没有去把他完整的图看出来 你没有去把他的整个的历史的图形 你去了解 他一定对后期的市场他有影响 你比如包括 其实你回去看图吧 你发现特别有意思 你自己的股票关注的 你可以不用都看 是吧 就是你比如你关注的 或者你所谓听到一些消息的股票 你把它放到股票池里头 你就去看看 你看他这边的这个高点 是吧 这是不是又是这股价跌下来了吧 然后是不是反弹了 这个最高价 对吧 你看他打到哪 对不对 他前期这个点的位置 他打到这 他就又下了 那么实际上这个点 这个点是不是早就早就存在了 是吧 股价他涨到这的时候 或者他在这的时候 这就有 在这的时候这还有 在这的时候他还有 这个点实际上一直就存在 所以说当你去作战的时候 这个K线图就是一张作战图 这个股价走到哪 前期的高点 对吧 次高点 低点 不就那么几个点的位置吗 是不是 你是不是能聊标注出来 股价走的时候那么好 他其实就跟工程掠地似的 打下一个山头了 就是下一个山头 阵地 打下一个阵地了 就是下一个阵地 突破前期高点 如果确认回踩确认 那就是一马平川 那么他的上涨 就是这基本上这个相提 所以他就是这么一概念 反过头来也是一样 你别老向上看 我讲的是头顶 是吧 往下走也是如此 跌破这个 这是高点跌下来 那他就要跌这么一个距离 对吧 他跟前面的这个图形就是对称的 对不对 这跌这么多 从高到低 那好这个 对不起 也那么多 不用这么一个情况了 是吧 然后后边我们再去看 其实也是这样 那么这实际上呢 这实际上上涨 然后这是一个平台 突破回踩到这儿 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实际上你是不好抓的 当然你用黄金分割 你去看 对吧 这黄金分割 那么 这个位置 我们看到实际上这是191啊 还是 看不清楚 对 那么实际上你从这儿测算 这个高点起来 黄金分割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你可以测算出来 二亿的话呢 这个高点如果不用黄金分割测算 因为它是创新高的 所以你不好把握 但是下跌下来反弹 不见新高 再下跌再反弹 还不见新高 你还不卖吗 是吧 而且这个位置好 收盘价跌破 对吧 最低价突破 你这儿不卖 对不对 这儿不卖吗 这个位置你还不卖 对吧 当然有人说了 这已经跌了15%了 但是问题是后边 它还会跌50% 所以这种破位下跌 后边还是跌 所以这个头部的话 其实一个顶部 就是说为什么我说能逃顶 能先不说抄底 为什么我说一定能逃顶 你看所有的这个图形 都是这儿 它绝对要给你逃跑的机会 你跑不跑是你的事情 但是它图形上 它绝对是要给你这种机会 对不对 下跌第一 因为这个高点你是卖不到 这个高点你是卖不到 因为除非你用黄金分割 你去测算 那么你可能会找到 它的一个压力位 但这个高点你是卖不到 因为你不知道 你就算测算了 因为它是在上涨的过程中 因为它突破了很多的压力位 所以你不能判断 这个压力位 它是不是一定见顶回落 是吧 但是呢这个见顶回落的概率 会比较大 所以这个高点不可测 但是跌下来以后反弹 你看又是一个长的上涨线 看到没有 这是不是就压力抛压很大 你是不是又下来了 好第二次你是不是就得卖了 这已经走了一个N字形 再反弹 这是不是又没有创到前期的清高 这是压力压力线下来以后 这个位置你实际上 你还是应该卖出啊 卖出这净纤位跌破你卖 最低点跌破你卖 对吧 那你这地方再不卖 那么 那它还是跌的 就这么一概念 好吧 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 关于这个这个桃顶的 实际上我们讲了两张图 三张图 这个图形 所以呢 我今天总结一下吧 因为时间比较有限 那么上下的图呢 我们下节课呢 我们到时候再讲啊 就下周三 我们再把这个去讲了 那么实际上我今天讲的 实际上一个的分析 这个市场的分析 是吧 通过黄金分割也好 通过我发的每日解析 那么发其实大家都看 那么但是的话呢 怎么去进行推演 它的概率 它怎么一个过程 大家就了解 那么在这过程中 衍生出来技术分析一些方法 然后包括呢 我们怎么去对于这个高点 进行一个测算啊 包括这个对称的图形 它怎么走的 那么这实际上是我们今天啊 讲课的一个内容 好吧 我们第一节课先到这儿 大家休息五分钟 谢谢 谢谢